各位法师 各位记事 大家好 我们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 中论的第一品 观音原品 请翻开观音原品讲义最后一页 应孙老师对这一品所做的科判 这科判主要分成标中跟显义 标中主要是前两颂 也就是八部中道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的缘起 是我们世尊所开示的 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这样的八部中道缘起 就能够灭除一切的戏论 戏论有爱的戏论 有贱的戏论 种种邪贱或者是情爱等戏论都能够灭除 得到安稳 能够开示这样缘起的法 是这样的世尊 是一切说法者中最第一 我对这样的世尊 公敬的顶礼 这是标中 另外这一品主要是谈八部里面的不生 八部开头就是不生 不灭等等 这一品主要是破除生的执着 生的执着破了 灭自然也同样跟着破 那是观集无生 配合第二品是观灭不去 而这一品观集无生 主要有分三段 第一段是观世门不生 就是诸法不自生 他生共生无因生 另外是观世缘不生 虽然有人不执着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 有人主张由四因缘而生 就是因缘次第缘 所缘缘增上缘 但是对这四缘认为是有自信的 这样也不对 因此论主对这四缘的执着 再加以破斥 观世缘不生 而最后观一切不成 就是因缘果 这些都是无自信 有关世门不生 就是主法不会自己生自己 因为谈到生就有未生与已生 还有能生与所生的差别 如果自生的定义 那就是还没生之前跟已生之后 同样都是他自己 还有能生与所生也是同样都没有不同 那才是自生 但是我们观一切法 事实上都不是由自己生自己的 有人认为那不是自生 是不是他生呢 那我们可以问 如果是他生的话 这个他是由什么而生 如果他认为又是由另外一个他来生的话 我们不断的追问 那你另外一个他到底是怎么生 追到最后 那永远无穷无尽 就会落入无穷过 那如果也是一直追 你这他生他生 那最根源的他 不再从其他而生 虽然可以避免无穷过 但是落入无因生之过 又是落入自生自己 无因而有 所以他生也不能成立 共生就是自生与他生 合合而生 这个因为自生不成立 他生不成立 那合在一起的共生 当然也就不成立了 无因生 更不合乎 最服英国月报的道理 有的人他是不清楚他的实际的因缘 就认为是自然生 无因而生 这也是错误的 因此有自性的自生他生共生 无因生都不对 那外人就反问龙树 那请问你怎么生呢 他说我是无生 所谓无生 就是无自性的生 也就是因缘合合无自性的生 自性不可得 那他性当然也就不可得 这是观世门不生 有人就认为是由是缘 来生诸法 有因缘 次第缘 所缘缘 增上缘 更没有其他的缘了 龙树菩萨先审定 就是你的主张 到底果 是从因缘而生 或者非因缘而生 如果主张是由因缘而生的话 请问你是因缘中 已经有果 或者因缘中 没有果 这是第六诵的审定 以下就别破 先观世缘不成 之后再观缘生不成 观世缘不成 就是七八九颂 再观因缘不成 其他十 十一 十二分别对应 观次第缘 缘缘 增上缘不成 这四缘的定义 可能以前大家比较少讯息 我们再复习一下 请翻开讲义 五十四页 因缘 在本文最后 解释四缘 先解释因缘 因缘如果在大圣维世学上 因缘主要是指 种子生现形 现形熏种子 一切法是维世所现 这样的维世所说的因缘 比较着重在心法 阿赖也是 主要着重在心事上面 不过 所以就有不 所说的因缘 它就不局限于心法 不局限于心事 它通色法 心法 还有非色 非心法 都有因缘 它体性是一切有违法 那么在有违法 六因 除了能作因之外 其他的五因 都名为因缘 它意思是能作为亲因的缘 这是主要的因缘 第二 次第缘 有的翻成等无间缘 大家留意 它的体性是心心所法 只有心心所法 才有次第缘 色法 非色 非心法 就没有次第缘了 它的意思是 前一念的心心所法 可以作为 下一念 心心所法 升起的因缘 所以 例如 我们有前念 升起后念 那哪一个是次第缘呢 大家留意 缘 就是因缘 它所生的那是果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次第缘 那就是指前面那个信心所 的因缘 升起后念 信心所的果 所以前念跟后念 前念 那才是次第缘 因为我们是在谈缘 能够升起的原因 主因 或者因缘 这里就不再分主因或助缘了 即使称为缘 它包含主因还有助缘 那这样的次第缘 它只局限过去跟现在 因为未来的信心所 这个杂乱 不定法 还没有必然的次第 因此次第缘 它的范围 比较狭小 是信心所法 而且只局限于过去 与现在 不通未来 另外 在过去与现在之中 还要去除阿罗汉的最后心 因为阿罗汉的最后心 它在还没入无语 涅槃之前 它还有信心所 可是这个最后的信心所 不能够再做另外一个次第缘 如果它可以再做次第缘的话 那变成阿罗汉还会 依着这个次第缘 还会有信心所 那这样的话就 永远没完没了 不能够得到究竟解脱了 因此阿罗汉的最后心 不能够再做其他的次第缘了 另外所缘缘 这个也要留意一下 这个跟信心所也有密切的关联 那什么叫所缘缘呢 我们先看所缘 先确定所缘的定义 所缘就是心面的对象 例如这里有一杯水 或一个苹果 有我们的所缘净 是喜欢的或者是厌恶的 可以让我们产生不同的心念 所以所缘缘的这个对象 它是因 可以让我们产生心念的果 所以现在讨论的是所缘缘 到底是净还是心呢 是净 那个净 我们缘那个净而产生的心 而这个所缘缘 它范围很广 包含色法等有违法 甚至 连无缘法 也可以作为所缘净 像涅槃 当然有的学派认为涅槃缘不到 不过 有的在修五相三昧的时候 他是来缘涅槃修学 因此所缘缘跟心心所有关联 他是作为所缘净而让心心所生起 另外真上缘 他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对于他法 有让他助长生起的作用 或者不妨碍其他法的生起 都可以称为真上缘 不过 这样的真上缘 本来可以总括一切缘 这里是指 上面三缘以外的一切 另外下面 提到 我们讲诸法因缘生 虽然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但是 是由什么样的缘所生 还需要加以分别 例如 提到 从缘生的一切有为法 如果加以归类的话 不外乎 心法 色法 非色非心法 不相应性法 我们留意一下 色法也好 心心所谓也好 或者是非色 非心的不相应性法也好 它至少有两个缘 一个因缘 一个是真上缘 这是任何一法一定都有这两个缘 这是至少至少 一定都有因缘跟真上缘 因此色法就是由这两缘而生 而心心所法 它除了因缘真上缘以外 它多了两个 一个就是次第缘 因为它跟心心所法有关 有前念的心心所 隐身后念的心心所 另外由于它是心心所法 有所缘 所缘缘 的促成 等无间缘 加上因缘 增上缘 有这四缘 而有心心所法的生气 不相应性法 它是非色非心 其中的无想定 密尽定 虽然它是无心定 不过要得到无想定 它也是修三昧而来 因此它除了因缘 增上缘之外 它还有次第缘 前念的心心所修三昧 让它得到无想定 或密尽定 不过因为它本身是无心定 它就不在外境了 因此 没有所缘缘 其他的 非色非心法 那只有从两缘而生 那龙树菩萨怎么样来破置 这四缘的自性值呢 我们看五十八页 七八九颂 观因缘不成 中论的方式是这样子 它不向外人预设 哦 这是因 那一定会升起某一个果 中论它是站在 缘起 因缘相待的立场 它 成立缘 一定是它有果之后 才相待 甲利因缘而有果 所以要 要成立缘 那必须要有果 才可以说它是缘 不向外人先预设 这个 木能够生火 就预设 这个木一定是火的因缘 其实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 比如说这个木头 在一起的 生命里面 它有可能被叼成佛像 不一定会被火烧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这个木一定会 是火的因缘呢 它可能没有被火烧 只是最后腐烂掉而已 所以 在 外人 它预设 这个是缘 这是果 但是 中论 它是 你有果之后 这个缘 才能够跟果相待甲利 因此 因缘中先有果 或因缘中先无果 这个都不成立 如果因缘中先有果 那还要原作什么呢 如六十页 破因中有果 还有破因中无果 下面 罗马数字二 破因中有果 如果因缘中已经先有果了 既然果都有了 那还要原作什么呢 那上面 一 破因中无果 如果原中 事先没有果 那果既然都还没有啊 那请问你这个 原到底是什么果的原呢 比如说一粒种子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子是什么 当它看到 生起苹果之后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种子是苹果的原 但是苹果还没生出来 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种子 或者是这种子能不能生还不一定 对不对 有的就交咬败种了 因此如果缘中先无果 那么这个原 到底是什么果的原呢 所以 因中先有果先无果 都不成立 另外在 第九诵 三门破 就是先有果 先无果 这两门 另外有的人就主张 一有果一无果 合起来就称为三门 但是 依荣述来看 如果你主张有自性子的话 有就是实有 无就是实无 那一有一无 那不就互相矛盾吗 因此 从这三门来看 因缘都不能成立 接着第十诵 破斥次第圆 次第圆 次第圆 它的定义是心心所法 前一念 的心心所法 灭了之后 隐身下一念的心心所法 隆树菩萨的破法是这样子 如果果若未生时 则不应有灭 灭法和能源 固无次第圆 次第圆 注重在前念 已灭 还有后念未生 之间的关系 如果后念的心心所法还没生 那前面的心心所法 就不应有前面的灭心作为因缘 这个次第圆就像什么呢 打一个辟语 例如有一个人坐上一个座位 当他离开的时候 下面那个人就 紧接着坐上去 那前念如果还没灭的话 后面那个人 如果前面还没离开 后面那个人 根本坐不上去 再坐上去就变成跌罗汉了 但是 这里说 如果后面的果还没生 那 你前面这个圆 怎么知道是谁的圆呢 还有 前念的心心所法 如果已经灭了 完全灭无了 又如何隐身下一个 心心所法呢 因此 在祭颂 就说 我们看六十三页 最上面 先从后念的未生来说 下一念的心心所法 后念的次第果法 如果还没生起的时候 不应该说 有前念的灭心作为因缘 因为果还没生啊 你前面那个缘是谁的缘呢 后念没有生 如果前念已经灭了 已经灭了 就前后拖了结 不成为因果了 好 这主要是说 我们看小结 如果后面的心心所法的果还没生 不应该 不应该有前面的灭心作为次第缘 而前念的灭法已经灭了 已经灭无了 那如何可以作为后念升起的缘呢 因此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次第缘 那是不对的 另外 破所缘缘 这是第十一诵 如诸佛说 诸佛所说 真实为妙法 于此无缘法 云何有缘缘 这个主要是讲 我们正得十相般若 正得十相的时候 能所双亡 没有能观的心 也没有实在的所缘 净 例如我们看 教筑 九十五 大圣卷四十三 提到菩萨入不二法门 这时能够执行 此波尔波罗蜜 一旦正入十相般若的时候 它是无分别了 不再分别 这是因那是果 或者这是缘 这是知 缘就是所缘 知就是能知 或者能缘 那这缘都没有了 怎么 还有一个实在的所缘净呢 还有一个实在的所缘净 所缘缘呢 连内外此彼 这种分别都没有了 所谓一相无相 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破除所缘缘的执着 另外增上缘 人 在十二缘起 来说 缘起的定义 此有故彼有 这是缘起的定义 如果了解此有故彼有 是因缘生的有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 外人认为此有 故彼有 一看到这个有 他认为就是自性使有 那就有问题了 论主说 诸法无自性 故无有有相 一切法都是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哪有一个实在的有呢 因此 如果主张 持有 故彼有 那这个有 根本是无自性的 并非实有 哪里 会有持有 故彼有呢 因此 持有故彼有 如果 如果执着 这个是实在的有 因此 有另外一个实在的有 那就不对了 而缘起如果我们了解 持有故彼有 这个有 只不过是因缘生假名有 那就没有问题 因此 中论它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破四缘的执着 那中论说 它是破四缘的执着 并不破四缘 这个是分别观四缘不成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页 的科判 十三到十五 是观缘生不成 这些缘生是指因缘所生的果 前面是谈缘 缘破了 没有自性了 那么 十三 十四 十五 来进一步说明 缘都没有自性了 那么从缘所生的果 怎么还会有自性呢 好 因此缘是无自性 由因缘所生 也是无自性 最后第十六诵 观一切不成 归纳起来 果不是从自性的因缘所生 也不是非缘生 也不是无因生 而所生的果 都是自性不可得了 那么能生的缘 难道还有自性可得吗 所生的果自性不可得 那么能生的缘 自然自性也不可得了 因此 果无有故 那缘或非缘 当然也就都不可得了 因此因缘过都不成 观一切不成 不成是有自性的因缘过 都不成立的意思 以上是第一品 观音缘品 接着我们看第二品 观趣来品 请看讲义七十一页 这一品的品名是观趣来 但在中论文中 只破趣而不破来 因为去与来同样是一种运动 只不过就立足点的不同 而有去与来的差别 例如 以我们新竹福岩经社为中心 到台北 或是讲讲去 从新竹去台北 那如果以台北为中心 从新竹过去 在台北的人说 你从新竹来了 去是动作 运动 像我们身体的动作 只要有动作 离不开时间 还有空间 一定伴随的时间 空间还有法体 有一个法体 在时间空间中活动 从这里去那里 从那里来这里 就名为去来 而这去来不限于人 对法也是适用的 去来不单单就人而说 像流水或白云 在空间中有位置的移动 也就称为去来 不但是空间 在时间的演变中 有性质的变化 或者是重量 体积长度等分量的差别 或者作用的变化 从过去来现在 从现在去未来 或者从未来来现在 从现在到过去 都是去来所含色 因此去来 除了人 动物之外 包括物体 空间 时间 时间的推移 质量作用的变化 都算 说到彻底处 生灭就是去来 例如阿含经 三三五经说 演生时无有来处 灭时无有去处 生来灭去 说到彻底处 生灭就是去来 这不是明白的证据吗 那为什么第二品要律 去来品呢 这一点很感谢殷孙导师 在讨论 中论的祭送之前 先提示一下整品的重点 像第一品 观因缘品 为什么列在最先呢 因为一切法 到底怎么生起的 一定有它的因缘 所以先讨论这因缘 所以第一品是因缘品 那么为什么去来品放在第二品呢 我们看导师的解说 诸行无常的生灭法 是缘起的存在 存在者就是运动者 只要存在 一定是无常生灭运动 一定是有去来的 所以第一品观因缘品 是观自性有法不可得 我们知道 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 了解自性有法不可得 知道是不生不灭 立根的人 知道不生不灭 自然早就知道 不来不去 不过一般人 受着自性见的欺狂 不愿接受一切法不生的正见 他们以为现实的一切我 或法 眼见有来去的活动 从相续常识的移动 推论到刹那间 最短的时间 也有作用的去来 既然有来去 就不能说没有生灭 所以 外人想要建立 有实在的来去 他的目的 是希望用来去 成立主法有生 不生不灭 是八步的开头 八步有时空洞 生灭是跟法体有无有关 再来长段 跟时间 有关联 一 意 跟空间 有关 再来去 跟动 运动有关 而不生 这是八步的开头 因此第一品 特别便明不生 这因为生死死生 生生不已的流转 叫做生 也就是来 来三界流转 所以说 前品观集 不生 集就是因缘合集 或者是 一切三界受生的因 而不来不去 这是第二品所要讨论的 而去是八步的终了 如缘起的 无明缘行 行缘事等 是来生 来三界受生 而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灭 乃至生灭者老死灭 这是去 是出离三界 因此第二品 观去来品 特别便明不去 因此导师科判 判为观灭不去 跟第一品的观集不生 正好是一对 有集有灭 也可以说 前一品 总观诸法的 无生灭用 第一品主要是 谈不生不灭 特别是不生 而第二品 观去来品 总观众生 无来去用 众在不去 前品 去法执 而这一品 来除我执 所以第一品 第二品 对应起来 就如角注四 不生 是八步之初 不去是八步之末 再来观集不生 观灭不去 集是诸法 因缘合集 灭是诸法离善 诸法无生灭用 去法执 众生无来去用 去我执 这是 就是 这两品 导师在科判 判为 总观 下面第三品以后 就是 四地 分别四地的对应 各品 好 执着诸法 有真实自性的 如果观察他自性来去的运动 就明白运动 是不可能的 但 缘起的来去 不能否认 所以自性有的见解 是虚妄不实的 中论他只是破除自性的来去 他不破缘起的来去 世间的智者 看到人有生老病死的演变 而世界有沧海商田的变化 大海变农田 农田变大海 也有推论到 一切一切无实 不在生灭变化中 但一旦发觉他本身的矛盾 就从运动 讲到不动上去 像希腊哲学家 知诺 早就有运动不可能的论证 中国的哲哲 也说见鸟不见飞 的确执着 有实在的自性 运动是不可能的 除非承认他本身的矛盾不通 他们观点 为什么是这样呢 他们是这样认为 例如从这里到那里 这中间 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在此 在彼 自然不是同时的 例如在甲 到乙 甲跟乙 这时间不一样 这样 空间的距离 时间的距离 不妨分割为若干部分 一直分割到最后的单位 就是时间与空间上不可再分割的点 从这一点一点上看 在此就在此 在彼就在彼 并没有从这边移转到那边去的可能 如果 有从此到彼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代表还可以再分割 就不是最小的单位了 所以在现象上看 虽然似乎是运动有来去 但就诸法真实的字体上看 运动不可能 现象在用上看好像是动的 但在他的法体来看 这又是一个一个 静止的 我们所见到的活动是假象 不是真常的实体 例如电影 看起来是动的 而影片本身却是静止的 因此有人主张作用是动 而法体它的字体是静 动是虚妄的 而静是真实的 因此用动体静望动真静的学者 就是受这个思想支配的 我们看一下角柱八 之前在中观经论有稍微提过 例如刮弧一 角柱八刮弧一 第二行 如果一于空间的位置上说 从假那里到乙的这里 此在假方曰去 在乙方则曰来 但如只有自性 那么从假到乙的中间距离 从其丈尺寸分乃至追究到空间的点 这运动的性质便消失无余 在此就在此 在彼就在彼 在这空间点 既不能说有动向 肌无量的空间点 字也不应有运动向 所以自性论者 经常把一一法 看成是静止的 我们再看刮弧二 有的说 从假到乙的运动 势必先经过 假乙之间的丙 从假到丙中间 又有钉 假到丁又有五 这样不断不断的切割 有假到乙中间 有无量的 位数序列 永远分割不完 如果这样的话 从假到乙 那永远不能到达 因为一切的运动不成 所以当主张本体 其实是不动的 动只不过是错乱的现象 而在中观看来 这种 用动体静 本体不动 这种想法 事实上是错误的 他为自性见所蒙蔽 忽略了 从假到乙的运动者 还有一个运动者 这运动者不是抽象的 本身 空间 空间 的活动者 例如一个人 从这里走到那里 这个人 活动者 他是 有体积的方分相 方分 就是他有方位 东南西北方等方位 也是时间的活动者 既然是时间 那就有前后延续向 从假到乙的运动者 本身 他就占有时间 空间 本身 也是有无限位数序列 这样 假 与乙之间的无限位数序列 与去者 运动者自身 的无限位数序列 相对消 假以间的有限长度 与运动者的有限长度 相比算 那么从此到比 就成为有限量的 既然是有限量 那就可以到达 下面有一个辟域 例如 我们在宽阔的公路上 远远望去 好像远方的路 狭小得多 不过 过去用此一梁 跟这里 并没有什么两样 路渐远 看起来 越狭小 如果 这是 路是所良 所见 如果再把能量的尺 放到那边 我们再远远望去 连这个能量的尺 也变得狭小 但以瑕齿良辖路 依旧可得如许宽度 看起来路有错乱次 也有错乱相 以错乱 以错乱行错乱 得到的 是 错乱相的 关系法则功利不乱 因为是肉眼 所看到的错乱相 实空的存在 实空的存在 幻为无限位数的序列 一切是限为在此又在彼 如果忽略能动者的时空性 与无限位数的序列性 才会推论 物是不能动的 从这里来看 中观的政见 它是动静相待 否定持有自信的运动 也不会主张本体不动 而作用在动 接着我们再看 诸行无常动静相待 佛法的根本见解 诸行无常是法印 是世间的实相 就是诸法刹那刹那 也还是在动 一刹那都是有生也有灭 没有一刻停止过 辩证法的唯物论者说 在同一时间 在此又在彼 当体即动 比起那珍藏不动的思想 要深刻而接近佛法些 但 这样的唯物论者 执着一切的实在性 他还是有自信 还是有自信见 还是难得讲通 既然有自信见 在此又在彼 不得不把矛盾作为真理 另外在佛教中 有一些执着有自信的学者 这里提出了 几家不同的看法 佛教的小圣学者 例如 说一皆有不 他们主张三事实有 他们虽然也说诸行无常 但他们说的无常 是在诸法的作用 起面上来说无常 在作用上说无常 他们认为法体本身 是三事一如 一如就是平等无差别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事实有 从来没有差别 所以像说佛教部 他们这种思想 那就是本体 没有差别 只是作用上有生灭 可说是作用是动的 而他的法体是禁止不动的 这是佛的看法 另外经部 他们是主张现在实有 过去 未来是无 那因为他主张现在实有 不能不建立长时间的生灭 而假明相续的去来 相续就是比较长时间 以相续来说生灭 就是在长的时间 说先生 先有生 其次是住 之后才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一刹那 就没有三有为相了 前面刹那生之后才住才灭 就不能够当体 即生即灭 也有建立刹那生灭的 在一刹那的生灭同时 这样的说法 与前后刹那 前后刹那 有前刹那灭 后刹那生 而中间没有间隔 这个是很有矛盾的 总之 在有自信的人 他们主张 如果刹那 同一刹那 刹那就是 分析分析到最短的时间 那最短的时间 如果是生灭同时的话 但是他又执着有实在的自信 在最短的时间又是生灭同时 那有自信的人 生是生 灭是灭 生灭同时的话 那不会落入矛盾吗 有自信的人 有自信见的人 主张刹那生灭同时 就会落入生灭相为的过失 矛盾 那如果刹那生灭不同时 有前生有后灭 如果一个刹那 又可以有前生有后灭 那代表说 这个并不是最短的时间 因为还有前后 应该还可以再分割 因此 在同一刹那生灭不同时 有前生有后灭 那就代表可以再分析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这刹那就不是最短的时间了 那如果是从相续生灭来说 他为了避免生与灭同时矛盾 他为了避免生与灭同时矛盾 这一点有生而没有灭 他就不是有违法了 因为有违法一定是生住灭 一分大圣学者干脆高唱珍藏不动 有些他是建立形而上的本体 是不动的 所以不能从一切法性空中 达到彻底的诸形无常论 总之执着自信有的 也的主张 用动体静 妄动真静 有的就承认矛盾为真理 唯有性空正见的佛学者 凡是存在有的 那一定是运动的 没有任何一法是存在 可是他是常住不动的 只要是存在 一定都是无常生灭 不会有存在 而是真实常住不动的 外人主张是自信有的 其实 是本无自信 说诸法从本以来 常至极灭相 一切没有自相 是空相 这常无自信的 缘起假名有 是动的 不是真实常住的 所以说无常 虽然无常 但并不是断灭 从无自信的缘起上说 是动静 相待 而不相离 在中观来看 没有动 的自信 没有静的自信 彼此 因待静 而说动 因待动 而假名说静 彼此 动静不相离 没有动的自信 或静的自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感谢 好感谢 好感谢